林志玲流产出血,生命危机尽重病监护室,严承旭失神火速到医院,Akira见到吃醋暴打严承旭赶走。 11月17日,我们终于迎来了志玲姐姐的世纪婚礼。多年来她一直为别人导航,如今她也终于找到了家。 林志玲与丈夫黑泽良平将场地选在台南市立美术馆,下午1时5点20分,他们在无视大宗祠举行仪式。 林志玲流泪至此,称这里曾是见证爸妈爱情的地方,太过动情已至气不成声。 婚礼现场,林志玲身穿一件简约素雅的白色鱼尾婚纱裙,尽显修长曼妙好身材。 黑泽良平为林志玲戴上结婚戒指,这枚花朵造型的钻戒估价约13万人民币。 交换戒指后,二人甜蜜亲吻。 整个仪式遵循当地传统风俗,林志玲坐在高脚凳上与丈夫交换戒指,有长辈表示,这么做会为新娘带来好运。 在夫妻双方宣誓环节,黑泽良平与林志玲中文、日文交替,互相许下爱的誓言。 林志玲深情道出,谢谢你,这么温暖地牵住我的手。 回到这个原点,从这里出发,我们认识了八年,谢谢你,让我有勇气去接受爱情。 我们还能手牵手,不怕惊涛骇浪。谢谢你。 誓言朴实无华,却自自戳心。 就像这场简单却温馨的婚礼,从选址到各处细节,都显得那么接地气,比如婚礼请柬上,是智玲姐姐一贯亲切温柔的口吻。 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 希望每个相信爱情的你和你,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再比如婚礼的伴手里是蛋卷和巧克力,网友们好奇查了下蛋卷价格,这是日本某知名品牌手工蛋卷,网上售价在一百多元,一盒二十根,每根单价五至六元。 伴手里虽然不是那么有档次,却象征甜蜜,林志玲在自己的婚礼上没有铺张浪费,堪称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 晚商一十八点整,林志玲换上粉色深微礼服,与丈夫黑泽良品赶至台南势力美术馆举办晚宴,宴会共开一十六席。 林志玲邀请了多年至交好友,整容医生薛博人,她的太太陈怡荣也一同出席。 此外,到场的明星还有袁洪和张新亦夫妇。 晚宴现场如梦幻童话世界,林志玲粉嫩的礼服裙上有羽毛装饰,显得仙气又俏皮。 林志玲放下长长的卷发,小女人一般依偎在黑泽良平身边,记者问林志玲给老公打几分,林志玲十分娇羞地回答,一百分。 晚宴还邀请到台湾名嘴小S和蔡康永,康熙和体为林志玲和黑泽良品主持晚宴,小S发挥搞笑天赋,与林志玲精彩互动,二人关系非常亲密。 林志玲45岁才,终于圆满嫁人,她过往的爱情之路并不顺利,她与颜承旭那段兜兜转转十多年的爱情故事,至今为人津津乐道,直到林志玲公布婚讯之前,网友们还在期待她和颜承旭有朝一日能复合。 之前有媒体爆料,当颜承旭听到林志玲结婚的消息时,先是难以置信,但随之还是大访送出了祝福,恭喜他们。 如今林志玲终于嫁给了爱情,而颜承旭却还在拍偶像剧,两个人终究有缘无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